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岛忠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诗篇73篇25节 诗人说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愿我们心中可想神 除他以外别无所靠 除他以外别无所求 基督徒有个成熟标志 也是被人非常肯定的标志 就是轻看世界 愿我们一天一天更多认识 照我们的主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大魏的满足 我们思想 大魏的满足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7篇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人生的福》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不虚空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能带走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能带走 我愿给你最好礼物 就是主基督 胜过你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不虚空 最深的羡慕 你能给我最好礼物 你能给我最好礼物 是心出几股 跟随他脚步 永远有风 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 是吗 我最深的怀疑 应该得好 人生一切能向低伏 那样保留的乳 人生一切能向低伏 那样无虚空 人生一切能向低伏 那样能够满足 人生一切能向低伏 那样能带走 我会给你最好的礼物 就是主基督 生活的人生一切能向低伏 最深的贤富 你能给我最好的礼物 是新主基督 跟随他脚步 永远有福 我最深的欣赏 我最深的欣赏 和关注 你能给我最好的礼物 是新主基督 跟随他脚步 永远有福 我最深的欣赏 我最深的欣赏 和关注 我最深的欣赏 和关注 我最深的欣赏 和关注 求你听文公义 侧耳听我的呼吁 求你留心听我 这不出于 诡诈嘴唇的祈祷 愿我的叛语 从你面前发出 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 你已经实验我的心 你在夜间检查我 你熬练我 你熬练我 却找不着什么 我立志 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论到人的行为 我借着你嘴传的言语 自己谨守 不行强暴人的道路 我的脚 踏定了你的路径 我的两脚未曾滑跌 神啊 我曾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允我 求你向我侧耳 听我的言语 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 你是那用右手拯救 投靠你的脱离起来 攻击他们的人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影下 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 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 他们的心被枝油包裹 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 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 他们瞪着眼 要把我们推倒在地 他像狮子 既要抓食 又像少壮狮子 敦伏在暗处 耶和华 求你起来 前去迎敌 将他打倒 用你的刀 救护我命脱离恶人 耶和华 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指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 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 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诗篇第17篇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5节 诗篇17篇15节 经文说道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诗篇17篇15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诗篇17篇15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诗篇17篇15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大胃的满足 满足形容的是 知足的状态 再也无所需 无所欲的知足 满足就像在感恩节晚餐中 享受了最后一口蛋糕 之后的那种饱足感 就像将爱车 仔细清洗保养后 重新开回车库的喜悦 就像在家里后院 辛勤工作的一整天 野草已除 草地整平了 花草也修剪了 走到清理了一干二净的成就感 根据诗篇17篇 作者大胃的满足 又来自何处呢 他对神说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对信徒而言 人生就是一段 追寻永恒的旅程 也就是追寻 得见神的形象的过程 大胃的盼望 不是属世的享乐 他终其一生所追求的 就是与基督同在 并更像基督 这是否也是你所渴求的 与耶稣同在 并学习他的样式 是否这也是你这一生的目标 或许你已经见过其他基督徒 如何活出主的样式 要知道你也能做到 宗教改革时期 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 他说 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 我会使一个扶着离头的男孩 比教皇更明白圣经 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 融会贯通 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 大魏的满足 这个题目 有一位宣教士奉派到各地宣教 他顺从神给他的指示说 神给我最后一道指示将会是 你们世人要归回 诗篇九十篇三节摩西说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当我们醒来的时候 得见神的形象 像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 与神和好 是你在健康的时候 要积极做的事 若你修于见神 又岂能在病中得安慰呢 一个人很可能 还来不及信主 就突然死去 所以不要想哪一天才信 圣灵感动你 当下就信 最好的时间永远是现在 不要把最重要的事 最艰巨的任务 拖到自己最软弱的时刻 岳伯相信 我们这皮肉灭绝之后 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 经文说 死人要复活 尸首要兴起 睡在尘埃的 要兴起歌唱 因你的甘露好像菜书上的甘露 地要交出死人来 单一礼书最后一节 天使加百列对单一礼书 你且去等候结局 因为你必安息 到了末期 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十篇十七篇十五节 大卫说 至于我 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这句话就表示 大卫小的 他死了之后 还能够复活建主 大卫感到地上的事情 不能交到心满意足 只有在义中见主的面 才能够 哪怕 他是一国的君王 保罗说 大卫在世的时候 按神的旨意 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 就睡了 让大卫心满意足的不是 地上的成就 而是他能够在意中见主 为主而活的人生 跟为自己而活的人生 结局大不相同 只在今生有指望 这样的人 死亡来临 什么都带不走 一些荣华富贵 就都随之幻灭 人生这一趟 体验神的美善的旅程 所罗门说 你趁着年幼 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的 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 当纪念造你的主 我们是他的杰作 因此要讨神喜悦 要行在他眼中看为美的事 谨守他的诫密 遵行他的旨意 在意中见主 这是众人的本分 保罗说 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今天 在很多神赐给我们的磨难中 试炼中 我们是否能通过他的考验 他是否对我们满意 现在的喜乐 取决于将来是否稳妥 神对我满意 我的心就得满足 思不真 他认为基督徒应该是 世界上最快乐的受造物 因为父神从创世之前 在基督里闲选了我们 他特别爱我们 主耶稣把我们 从这个世界里分别出来 选招我们做他的门徒 圣洁带来的难以言喻的快乐 而我们是因为神而快乐 是为了神而快乐 一个因信称义 并且行义的人 无据于末日的审判 而是满心期待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却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每一个信徒都要期盼 在主来的日子 能够安然见他 醒了的时候 能够像大卫那样 在意中见主 彼得说 我们赵神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聚在其中 并勉励我们 既然盼望这些事 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责 安然见主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的结局 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 约翰说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保罗则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不要像旧约民书记里的数十八篮 明明晓得异录 却背弃圣命 虽然口称 愿如一人之死而死 愿如一人之中而终 却是和迷惑他的魔鬼 一起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提到 你们岂不知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我们虽是小群 父却乐意把国赐给我们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 耶稣提到 于是王要向他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 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保罗为铁萨罗里加教会信徒祷告时 他提到愿神看他们配得过所蒙的照 耶稣说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们不但盼望在义中见主的面 并且盼望看见他的应许成全 那些不在神国里又饿又懒的仆人 心里就不愿意家主立刻回来 所以以见主为心满意足的人都是要在意中见他 大卫不愿意离开主 纵然他犯过大罪 仍然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 让他里边重新有正折的灵 因为他最大的期盼就是 醒来的时候是在意中见主的面 他不想今天很多人受分裂的自我所挟制 大卫关心的就是要怎样爱神 怎样侍奉他 怎样在所行的路上讨身喜悦 无论在内心在思想在欲望或者动机上 他都是向着神 他甚至愿意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 都能在神面前蒙悦纳 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让人在一切善事上能多结果子 求主教我们转眼不堪虚想 而是真心实意的在他的道中生活 与大卫有一样的盼望 醒来的时候是在意中见主的面 大卫嘴唇不提别人的名号 他向主说 主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十篇七十三篇第一节 亚撒说 神是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神给清新的人亲密地认识他 与他相交的特权 大卫等候亲眼见主 指圣徒心里切切地期盼 也是大卫最深的心愿 在大卫所写的诗篇里 我们也看见那些 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因为生活富裕 有儿有女就心满意足 他们只有在地上短暂的福气 大卫拥有很多 但让他心满意足的乃是 在意中见主 信主的人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约翰说 这世界和其商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当主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舍命流血带来的果效 就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为认识他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当主心满意足的时候 一切为主劳苦的仆人 就享受他的快乐 享受永远与他同在 路加福音六章二三节 耶稣说 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那些受你恩情跟帮助的人 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 耶稣说 到一人复活的时候 你要得着报答 那些听见你所传的福音信主的人 他们得救了 将来在永存的帐幕那里 他们要迎接你 长子的产业是双重的 包括地上的和天上的 神已经预先定下 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不必等到主耶稣再来 我们复活改变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能够 每天借着神的话语跟祷告 而被改变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大卫注视无限的美好 并领受神无尽的慈爱 他不忘记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赏赐跟福分 当保禄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 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所见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然后他很喜乐地说 从此以后有公寓的冠冕 为我存留 希伯来书十一章列出一个又一个的信心伟人 作者说 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他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是属于那世界的 是神特意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来做见证的 而世界不赏识他们 世界也不欢迎他们 甚至厌弃他们 逼迫他们 但是他们靠着主打过了美好的仗 跑进了当跑的路 守住了所信的道 基督徒好像不受世人欢迎 但却是世界所需要的 人们需要听见神的话 需要听见真实的见证 需要得着从神来的盼望 人们需要主 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的独特 自己荣耀的身份 并且晓得 所有被算为配的那世界 从死里复活的人都不能再死 他们要和天使一样 耶稣已经在那世界 天上的真杖墓里公职 地上不再需要有一个圣殿了 所以神允许圣殿被毁 圣物被掳 因为耶稣已经进入天堂 进到天上的真杖墓里 这些就已经不再需要了 让我们感恩的是 无论在这世界或在那世界 基督都是主 心中有永恒盼望的人 可以毫不惊慌地环顾四周 这些必要过去的 战时的事情 无论是苦难或者享乐 都是战时的 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并且指望醒来的时候 要在意中建筑的面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她是否满意 和你是否平安的追求 是否恳切求助满足在你心 如果今天是末日 永恒立刻就来到 当生命策打展开 就是否对你满意 她是否满意 她是否满意 她是否对我满意 我是否经历 通过这考验 她是否对我满意 当你见夕阳西沉 当你见夕阳西沉 分否安静地唤醒 是否心中深处 有诗像隐藏 等过今天是末日 永恒立刻就来到 当声音策打展开 就是否对你满意 是否对你满意 当你面对冰凰 是否平安的追求 是否恳切求助满足在你心 如果今天是末日 永恒立刻就来到 当声音策打展开 就是否对你满意 她是否满意 她是否满意 她是否度满意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让我们深思 我们是否能讨祢喜悦 让祢满意 是否能够安然欢喜地向祢交账 能否安然见祢 主啊大为渴望 醒来的时候在意中见祢的面 我们也是如此雀跃欢呼 因为祢实在太爱我们了 祢为爱祢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们在这世界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死一天 因为祢是我们永远的福分 又是我们心里的力量 帮助我们同有一个心智 为所幸的福音齐心努力 愿你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就心满意足 而我们在永恒当中 分享祢的喜悦 分享祢的喜乐 永远与祢同在 我们把荣耀送赞都归给祢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忠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我必须的喜悦 我必须不知缺乏 我必须不知缺乏 他使我唐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骑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星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必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休息地 狙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